欢迎收看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任嘉珍 本土疫情升温 淘机群聚延烧到银行 目前的燃疫人数已经是累积60人 包括今天新增的6名病例 而为了加快疫调 市府成立了个别疫调小组 扩大追溯足迹 另外也加开至少是9处的社区筛检站 方便民众前往筛检 注意在大家所关心的银行部分 群聚事件又新增的是 三名行员家人 以及一名餐厅供读生确诊 这名供读生是在桃园中立 西堤牛排中山店的员工 1月7号当天联邦银行 行员在这里举行了聚餐 而他所就读的学校中立某高职 在昨天也宣布了紧急停课14天 桃园西堤餐厅周边 大消毒因为联邦银行行员曾在1月7号到这里尾牙聚餐 现在就连工读生也被感染CT值22.5 个案就读的中立某高职 紧急宣布停课14天 紧急匡列裁剪 不过这名工读生如果只是在餐厅负责端盘子就被感染 专家认为以Omicron的传播力来说机会很大 匡列范围必须再扩大 除了这名工读生联邦银行群聚案14号再新增另外三位行员的家人确诊 包含丈夫妈妈及男友他们的职场同事还在狂烈中 疫调的部分我们采取一按一小组的方式 每个个案一个小组那么加强疫调的复查 希望往前追溯的足迹能够追溯多一点 这波病毒传播力惊人 是否加紧疫调抢时间 也前后新增9个社区筛检站 除了用简讯通知相关接触者 更鼓励有症状的民众前往筛检 该新闻高龄旭云豪桃园报道 也都说这两天是入境的高峰桃园国际机场 这两天包括了金明两天 估计会超过8100人入境 而过去三天半以来 裁检1837人 其中139人确诊新冠肺炎 这个阳性率维持大约是7.6% 从一早到现在总共有6个班 6个行次了 6行次大概我们总共筛检了382位 那里面有29位确诊 那所以大概比例是7点 阳性率是7.6%左右 那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三天半以来 我们总共有 做了旅客总共1837位 那总共有139个确诊 那阳性率也是7.6% 那表示说还蛮一致的 另外关心天气 在冷气团持续的影响之下 可以说是今天清晨 还是寒风刺骨 看看北中南各地的低温情况 其中中部掉到6.8度 北部9.7 至于在南部也只有7.7 东台湾稍微好一点 破10度来到11.3度的低温 特别标注云林 因为要关心的是 农租物也是会受到了低温的影响 像是云林地区在入夜之后 气温掉到了10到12度 刚刚也是只有7点多度 而为了不影响收成 农民启动了防寒措施 为蔬菜加盖了塑胶布 来避免寒害 有哪些蔬果特别容易怕冷 其实包括了像是高丽菜 白菜以及苦瓜 丝瓜还有水稻等等 都特别会受到了这一波 冷风含害的波及 农民拉开防风网 挡墙风保护农作物 这就是比较不动胜 比较不动胜 所以都挽起就不错了 这种继续就不错了 阿嬷一早来采收 剪下青椒后 还得赶紧再拉上 避免寒害 云林是农业大县 低温会影响果菜收成 气温如果低于15度 果菜就会停止生长 低于10度产生寒害 如果要避免它这个冻伤的话 那个挡风墙 或者是说做覆盖 覆盖去保温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我们有可能也会用一些资产 去让它增加它的抗寒效果 而养殖业者也利用人工打捞青胎 补助地下水保温 就是希望辛苦照顾的作物 都能够安全度过这次低温 大约新闻云林 综合报道 这条法令明确地规定了 其实从之后的将会把台湾的 禁止吸烟的年龄 从18岁提高2岁到20岁 同时禁止电子烟 并且纳管加热烟等产品 违法输入的话 最高开罚5000万元 不过其实让人比较担心的是 电子烟口味五花八门 在年轻族群中非常流行 该如何质询取缔恐怕是 最需要规范的问题 吞云土物危害健康 行政院最新通过 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 把禁止吸烟的年龄 从未满18岁提高到未满20岁 也一律禁止电子烟 加烟的制造输入贩售及供应广告 禁止烟品使用花香 果香 生醉 巧克力等等 像这些添加的一个味道 担心他们来引用青少年的好奇 来做吸烟 我觉得学校周边不要贩卖烟品 是很重要的 它号称是加热烟 可是是像内藏电子烟 不过政府禁止电子烟 却纳管加热烟 董事基金会认为 这让禁烟根本心通虚设 因为加热烟就是变相的新兴烟品 台湾也已经有七万多名青少年 陷入诱惑 从双镜电子烟加热烟改为一开一进 烟草公司现在最重要的手段 它就是推销新型烟品 同样的他们买烟的地方 它只要挂着加热烟 它进去 当然它也可以买到政府禁止的东西 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难以执行的一个办法 欧盟资料显示 加热烟有毒物质至少超过60种 台湾目前的修正草案变相开放加热烟 建议对于新兴烟品的载具贩售 要明定法规落实稽查 戴新闻前山李明华台北报道 看看这是在非洲 穿在少女女孩身上的这些洋装 看起来都是青春洋裔 而这些衣服是来自台湾的 您相信吗 这是由高雄市林园区 乐林学习中心 由长辈带领学童缝制小洋装 传爱非洲 五年来已经缝制了多达3000件的小洋装 今年还荣获教育部第五届 乐林教育奉献奖 非洲小朋友穿着新业洋装 露出灿烂微笑 身上洋装居然是来自2万公里远的台湾高雄 最小的学生是二年级 她是从一年级的时候就加进来的 阿嬷他们有在做小洋装给非洲 那你们想不想一起参与 妹妹从这里我们原着那个图样去化形 一份同理心 小学生加入了乐林中心缝制洋装送爱行列 认真学习洋装制作 有额乱笔灯塔天灯 让非洲的小朋友可以更认识台湾 了解台湾的特征 很好啊 就是觉得能帮助别人 这个可以洗 用过还可以洗很环保 贴心为非洲小女孩设计环保卫生棉的是王彩云 所以动过听力跟换肝等四次手术 依旧乐于付出 人就是要动啊 要活就要动啊 东西送给那个孤苦的小朋友 可以跟国际打成一片 行善不分年龄 乐林中心婆妈跟小学生新手合作 五年来制作了三千件洋装送爱非洲 扬明国际 大爱新闻旋令 施宇晨 王昭中 高雄报道 而她的人生故事也在今天上人行脚新北被提起 这一位阿举阿嬷照顾生病的先生还建立两个儿子往生 独自抚养三孙子长大 好不容易孙子长大了喘一口气 又罹患了乳癌甚至扩散到胃部 听起来似乎是非常坎坷 阿嬷一度是哭着说想放弃 她如何走过来 由阿嬷亲自来说 师父一句话开启三十年环保路 不只是使命也是活下去的动力 因为怎么也没想到六十八岁那年 儿子亲生留下三个年幼孩子 为了三个孙子眼泪擦一擦重新振作 好在学校老师还有慈悸都伸出援手 我一心一意就是说好 我如果身体好我出水 要求什么方式我出水要来缺 我来看我都要去 她说我慢慢缺 所以她也是三年的时间才圆满溶洞 那三年时间圆满溶洞之后 她又说师姐我又要看外人 又要看外人关北城 我看外人要过来关 才要关三九十我才来说 啊师父啊 我很爱你 我生生生生生要对师父去走 很感恩你这样做是真好 身体要过好 你看师父也拖命 在过身体也是这样拖 因为时间我就没要让龙飞过 脆弱时刻在法亲温暖关怀中 得到力量 虽然生活不富裕 但阿菊阿妈说她要活到老捐到老 带新闻林婷 叶怡林台北报导 为了一座城市的美好 也要很谢谢他们就是清洁人员 在大陆叫做环卫工 在福建连城 慈离志工的寒冬送暖 特别在春节之前 为他们准备了满满的过冬物资 这是年年递增的温暖 请典要送给环卫工人的物资 慈禧志工一早就在城管区忙碌 发现短勺一包洗衣粉 赶紧联系供应商 环卫工人其实真的不容易 天气这么冷 都是早上都很早就起来 就是为了这个环境 我觉得还是要先给他们 先圆满他们的这个发放 因为你少一包就好像缺个脚一样 物资齐备后 大家也开始安排 领取洞线的物品摆放 每一包米都有志工满满祝福 每一包都要很整齐很平整 就是带着一份尊重的心 今年是慈禧第二年 在连城县为环卫工人寒冬送暖 15件过冬物资 让大家提前感受新春气息 环卫在厂七年那个环保鱼 他们反馈回来是很柔软很软和 这种很保暖 现在穿下去一下子就很热了 跟那球衣的 跟我们去年发的保暖衣一样很满 你们很用心 为我们找福利 我们就很开心 有感受到真心的温暖 这是真的很好 感恩你们 感恩祝福你 谢谢你的付出 辛苦了 罗永华两个月前 接受慈禁的医疗援助 把病治好了 这次也把握机会感受祝日喜悦 我一直都是比较孤僻一个人 现在能够以一个正常的肤色 去重新走向社会去面对 去面对大家感觉 这种重生的感觉真好 慈禧提前捎来年味 爱让这座城的美容师 能暖暖获个好动 达新闻 珍珊美志工 李水智 碧卫国福建报道 另外在遭逢水患过后的马来西亚 这是唱出了跨族裔的重建力量 人间有爱这首歌 您听过马来文的版本吗 音乐能抚慰人心 唤起各族群 团结互助 欢唱人间有爱 这首歌的初衷 原本是想纪念2014年12月24日 吉兰丹大水灾的七周年 然而因缘不可思议 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遇到比上一回更大的水灾 我们又在大动元 又在搭在这个泥林上 感同身受 我的感触是满满的 回想起2014年吉兰丹大水灾 过往回忆历历在目 慈激志工曾玉石 再次召集社区动员 一起改编翻唱慈激歌曲 人间有爱 就觉得这首歌的意义 在此时此刻非常贴切 把这首歌献给全马慈激志工 每一次的慈激歌曲改编 曾玉石都会接引 不同领域的有足同胞一同参与 希望透过音乐 向社区扩散爱与善的力量 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蛮辛苦的 这两年 希望大家在听到我的歌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 主要表达的 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爱 看见人间处处有温情 翻译成马来文的歌词 仿佛投射到大家的内心深处 句句清楚的诠释 祈求天下无灾 人人都能平安吉祥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好的确 不同族裔 彼此了解也尊重 看看这一个 是以好心情来迎接新年 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 当地的伯伯尔人 也在过传统的新年 相当的热闹 穿起传统服饰 也会伴斗 也会正式个节庆 家人归来 举办婚礼 或许您不认识伯伯尔人 甚至是第一次听过 其实过去 以族裔的语文来说 这个意思是野蛮人 当然这个是过去的一种偏见 而他们主要是分布在 摩洛哥以及阿尔及利亚 也希望能够争取在摩洛哥 把每年的1月12号 定为国定假日 父女穿着传统服饰 有人手上还拿着铃骨 大家眉开眼笑喜气洋洋 阿尔及利亚北部的伯伯尔人 欢度传统新年 一个村庄里 父女们在厨房里相当忙碌 为半桌张罗 五嘴尖叫 象征美味佳肴准备出菜 好几个长桌摆开 全村一起大快朵银 阿尔及利亚政府早在2017年 宣布伯伯尔新年是国定假日 按照传统立法 今年1月12号 是伯伯尔2972年的 开春第一天 伯伯尔人散布在北非地区 但是在阿拉伯人长期统治下 逐渐被边缘化 甚至一度被视为野蛮落后的象征 不过近年来 传统文化受到重视 包括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都把伯伯尔语 列为官方语言之一 大秀女方编译 好继续也传达一份国际关怀 五件热放送交给王家政 是的主播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家政 除了阿尔及利亚的伯伯尔人 正在庆祝新年 农历新年将至 全球的华人游子也纷纷回家过年 享受与家人团聚的时光 但对他们来说 这却是遥不可及的 目前全球有超过200万名 逃亡在世界各地的阿富汗人 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全球最大的民宿出租网站 就从去年开始 帮助超过1万名的阿富汗移民 找到了新的安身之处 您可能会好奇 真的有人愿意让出自己的房子 并且无偿地帮助这些 不认识的陌生人吗 就让我们来听听看 房东是怎么说的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 他们为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早在2012年 当敌台风侵袭美国东岸 到2018年 花莲发生6.2级强症 他们都为灾民提供了免费的住宿 甚至到了2020年 COVID-19袭击全球 他们依然守护着前线的医疗团队 为不能回家的医护人员 提供安全便利的牺牲处 他们希望能够透过自己 小小的付出 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让更多的大企业 愿意投入这一份 行善的工作 同时也能够让移民感受到 底家有温情 以上就是佳蓁为您带来的报导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 好 而对国家之际来说 现在只是忙着要救人 看看这个是在韩国 辉瑞口服药来了 成为亚洲第一个 提供新冠口服药的国家 这一批总共是63万颗的药丸 总共可以提供给 2万1000人来服用 将会分送到全韩国 280间药局 以及90处的在地治疗中心 但是在这里 教师有话要说是在法国 法国看看有多达几万名的教师 他们是同步地走上街头 到底要诉说是什么样的政策呢 大声喊着教育部长下台 巴黎街头上聚集许多愤怒的老师 主要是因为不满当局要求学校 保持开放的政策 根据资料显示 13号这天 全国有近8万名教职员罢工抗议 老师抱怨许多学生染疫 教室成为病毒扩散理想环境 法国政府先前才因为疫情严峻 宣布只要教室有学生 採检结果为阳性就要停课 不过现在却又说 学校应该继续上课 招令细改校方乱成一团 这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 所以我们没有经常到 这次罢工也有家长参与 因为班上有疑似确诊病例 每隔两天就要做一次筛检 才能上学 不过班上每天几乎都有 同学染疫 筛检就像永无止境的轮回 法国总统大选即将于四月登场 这次教职员全国新大罢工 让国内半数小学受到影响 也替想要追求连任的马克宏 带来严重打击 来 新闻 谢谢您好 兵议 好 回到台湾 这是每年这个时候不变的温情 看看此季在全台岁末年终之际 陆续展开了冬令发放 虽然说受到了疫情影响 有些必须是遵守防疫措施 例如过往的冬令发放 是大家在一起领取冬令物资 这一回是由各县市职工 亲自地把物资送到府 也趁此机会再联络感情 看看这一场是在新北市的永和 职工是邀请了照顾户 还有关怀户共同来联谊 此刻是取消围炉 但还是暖乎乎的 因为有礼物以及热汤 让大家带回家 毕竟不是台湾人 然后很多事情不知道找谁求救这样 后来才联络上了 慈祭这边的师姐们 很多苦都可以讲得出来 所以我们先跟我们身边的朋友 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谢谢 东令发放 照顾户 关怀户团员 宰哥宰武 迎新年 你好 热酒 迎新年 你好的朋友 谢谢 摩采活动人人有奖 座位下还有红包 惊喜连连 疫情关系今年取消围炉 但是关怀不减 我也感受到我们东令围炉 那种温度和热度 让参与的人 也觉得感受到我们的关怀 透过影片让大家了解 刺激在台湾和世界各地的付出 也一起为自己 为全世界祈福 活动圆满 大包小包带回家 还有一份热腾腾的大补汤 希望这份温暖陪伴度过寒冬 大补新闻征战美志工 叶士春 陈春淑 黄月仙 台北报导 小猫狗儿 却被狗儿反咬一口 相信很多人都有相同的经验 如果被咬出伤口了 怎么办呢 过去有此一说 伤口不能缝合 怕发炎 担心戏剧感染 其实这是传统的旧观念 医师说伤口消毒干净 还是可以缝合 跟大家报告一个愤怒的个案 这愤怒是谁愤怒 狗愤怒 他这个被狗咬以后 那这个急诊有去急诊 打过破伤风 这是对的 急诊的医师跟他讲说 这个不能缝 这是错的 可以缝 你说不能缝 是以前的观念 以前知道说 觉得这个发生感染 机会很大 细菌不会在这个地方 形成化膿 比较容易将来不至于 产生感染的状况 现在这个不会 我们把伤口把它洗刷干净 打上麻药以后洗刷干净 是可以缝的 最可怕的一个咬伤 是这个咬伤 这个咬掉 一个嘴唇这样的咬掉 这个不是被雄吻 这是这个人 人咬掉的 打架咬掉他的嘴唇 这是开关刀以后的状况 你完全看不出来 是 我们是有那个技术 但是还是要看清楚状况 不要愤怒攻心 急怒攻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还会知道吗 我会知道 是这样的咬掉 我会知道 是这样的咬掉 什么呀 不是人咬掉 那你会知道 你还会知道 什么银标 是这样的咬掉 感恩您收看大爱午安新闻 也祝您平安盛心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